我家狗死了 被邻居给堵死的 我讨赔偿不成 尽反被他们发视频到网上 说我家萨摩耶作为大型犬 活该被堵死 他们还引导舆论风向 说我家连克尔亚都不忍伤害的 萨摩耶抓猫咬狗啃孩子 横霸小区无恶不作 他们这是替天行道 杀我狗坏我名誉引导舆论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们自食舆论恶果 汪汪汪 挠门声传来 吵得我用被子捂住了头 却仍止不住金毛的叫喊声 金毛 睡觉 别让我揍你 大晚上的不睡觉 还疯狂挠门 金毛这是想把邻居 都给我吵过来吗 往日我这么喊 他早就停止吵闹了 可是今天金毛不知道发什么疯 仍在那里疯狂地挠门 我一把甩开杯子 气冲冲穿鞋一把拽开房门 抓起鞋架子上的拖鞋 就给他的狗头来了一下 我是不是告诉你了 晚上的时候不准叫 扰明听懂了没 架有两条狗又住在商品房 着实不太方便 我把家里的地面都换上了泡沫地垫 装修时也特意用了隔音材料 就是怕扰明 两狗也被我训得服服帖帖 晚上的时候通常不会发出一点声音 今天也不知道是发什么疯 金毛委屈的乌业 只是声音是小了 确认是抓着我的裤子 将我往狗窝的方向带 没水还是卡凉了 我打着哈欠走到狗窝旁 却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 金毛和萨摩耶这俩狗 平日里臭味相投 通常都是一起闹一起玩 今天怎么就只有金毛闹闹疼疼的 萨摩耶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狗窝里面趴着一个黑影 由于阳台没开灯 那里一片灰暗 我心中宁约升起一股不安的预感 爷爷 你在吗 我点亮了阳台大灯 却见萨摩耶趴在狗喷里面 身躯僵硬一动不动 金毛眼泪汪汪 不停地用爪子扒拉着萨摩耶 萨摩耶的一只狗腿顺着狗喷垂了下来 却仍是一动不动 爷爷 我迅速扑过去 放在了萨摩耶的鼻头上 瞬间我心底就是一两 我家狗 它竟然没气了 大半夜要找一家开着的宠物医院 简直难如登天 大晚上我开车跑了三公里 这才找到了一家宠物医院 为了赶时间 我拖鞋都跑丢了一只 光着半只被石子华的血肉模糊的脚 抱着萨摩耶冲进了医院 抱歉 真的没气了 不过你家狗这不像是自然死亡 倒像是中了毒 我呆坐在凳子上 听到这话立刻弹了起来 中毒 对 鼠药那种毒 是不是你家狗出去溜湾的时候 沿途吃了什么东西 这才搞成这样 医生遗憾摇头 通知我狗没救了 我愣在原地 我家狗我看得紧 重点是我怕他们在路上 训自助胖臭小零食 所以我从不让他们在路上随意捡吃的 再加上家里狗粮狗饭 生骨肉全部管够 我家狗也看不上路边那些玩意儿 从不吃捡来的东西 怎么可能吃到鼠药呢 医院出来后 这两天我跑前跑后 带着萨摩耶来到老家 找了块干净的垫让他魂归土地 金毛在家里面憋屈得很 但他好像也能理解我的心痛 于是一直没跟我闹 但我看得出来 他这两天可能实在憋不住了 一直坐在旁边呆呆地盯着外面 不吵也不闹 我也心疼 这老伙计可能也想他的伙伴萨摩耶了 我也确实该放松下心情 于是这天傍晚 我就决定带着他下楼溜湾 最近恶狗扑咬小女孩的视频 在网上传的火热 家家户户对大型犬避之不及 厌恶之至 我的遛狗时间只能提早和推迟 大早上四点钟我就带狗出门 尽可能赶在人潮之前回来 晚上则是八九点钟之后再出去 也尽可能选择没人的地方 就算遇了人 我也会捂住狗嘴 生怕不小心吓到别人 甚至我都不敢带狗坐电梯 就怕周围的住户不满意 我牵着狗刚出门 没想到刚推上门 就撞上了隔壁的邻居 汪汪汪 邻居家的泰迪凶狠扑了上来 差点没一口咬在我的腿脖子上 我家金毛呜了两声 这怂狗立刻就把头缩了回去 躲到邻居大妈的后面 哎哟小李 你怎么还出去遛狗呢 不怕被人给打死啊 你家狗凶我家泰迪做什么 小心我去物业杠你扰名 三我勉强压着怒气 忍住一脚踹飞这只泰迪的冲动 邻家女人竟然恶人先告状 我出门拴狗绳 带塑料袋 卫生纸捡狗便 就怕扰名 她可倒好 仗着自家狗小 不拴狗绳直接溜着走 我当初也提过意见 这女人就告诉我们 她狗小不可能咬人 结果有次她的这只泰迪出门 就撵着一个孩子追着跑 那孩子才两岁 被泰迪追得差点磕到马路牙子上 若不是我的萨摩耶冲上去 将泰迪吓退 那孩子说不定就已经被泰迪咬伤了 家长来讨说法 这女人就虎脚蛮缠 说孩子先动的狗 不能怪他们 跟这女人扯不清楚道理 反而会惹得一身骚 我翻了她一个白眼 转身便走 但没想到这女人还没完没了了 哎哟 怎么就剩一只黄狗了 那只白色的呢 我听说好像是出意外没了呀 泽泽 真是可惜 邻居大妈嘴上说得好听 但是却是满脸的幸灾乐祸 小李 你也别怪大妈说话难听 你不知道这大猩犬咬人吗 那网上科早就闹疯了 你这狗就该尽早处理掉 你要真喜欢狗 那就养个我家这样的小泰迪 不咬人又乖 这种大猩犬早些找个狗肉馆处理掉得了 她刻意神秘兮兮的压低了声音 我知道的第二 那个地方卖狗肉给的钱多 你这个说不定能多给你几百块钱呢 你要需要的话 我把电话给你啊 我差点没忍住一巴掌 炫着女人的脸上 我刚失去萨摩耶 心里本就不痛快 她不应不扬的 这是有意在我伤口上撒盐呢 大妈 你那狗乖 她乖个屁 逮着女人就咬 孩子买零食吃 她恨不能发疯全抢过来 那花坛里的都是她的狗大便 这样的狗你说乖 我劝你还是出门拴好绳吧 别到时候 哪天你这破狗咬了人 你没的好果子吃 我本就伤心萨摩耶离世 这老女人的挑衅 直接就在我心里点了把火 我没忍住对了她两句 可不曾想 这女人突然眼珠子一瞪 抬腿就直接给了我家金毛一脚 金毛被她这一脚踹得嗷嗷叫 躲在我身后 你干什么 我立刻推开女人护住我家金毛 我压根没使劲 她却挨挨一声洋装倒地 揉着腰就开始哭嚎 哎呦喂 我命苦 快来人啊 这邻居打人了 四 我冷冷盯着这个女人做戏 我家门口有摄像头 她就算是闹到警局 也不可能把这盆脏水泼到我的头上 周围的邻居早都知道这家难缠 这女人哭好了几分钟 都没人出来看一眼 我懒得跟她计较 起身拽上我的金毛就走 那女人直接扑过来 伸手扯住了我的裤腿 你不准走 你打了我得给我赔钱 我晃了晃手机 指了指我家头顶的摄像头 大妈 我这有监控呢 你造谣之前能不能先长点脑子 你要是告你就去告 我倒是看看咱们俩谁有理 我拽上金毛转身便走 那女人气急败坏地瞪着我 只是半天都没有追上来 这女人也是个外强中干的 我还以为她那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八成会跟我纠缠到底 却没想到这一天平安无事 她倒也没带着她家男人上门来闹 我也乐得清闲 今天心情也不怎么好 就早早地上床睡了 第二日我一大早起来去留金毛 在花园里面我逛到了五点多钟 眼看着人已经多了起来 我就准备带着金毛回家 只是我刚牵好狗绳 远处那邻居就带着自家的泰迪 从远处走了过来 邻居大妈手中还扯着个七八岁的小孩 正在左顾右盼似乎是在找着什么 看到我之后 那小孩扯了扯邻居大妈的衣袖 大妈眼睛一亮 直接松开了孩子的胳膊 小孩居然向着我的方向冲了过来 你想干嘛 这孩子不会是得了这老太婆的嘱咐 过来了我的吧 毕竟昨天没在我这里占到什么便宜 今天这是想要用孩子在我这儿挖坑啊 不过显然是我想多了 小娃娃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些零食 送到了我家金毛的面前 大狗狗吃 小孩子娇嫩可爱 尤其是软糯糯的童鹰 只让人觉得心底一软 金毛闻了闻零食 伸出舌头来就打算去舔 我无意间抬头忽然就看到了前方不远处那邻居 他眼神中带着些猙獰的疯狂 看着小男孩喂狗零食 更是满眼的狂热与热切 我忽然隐约生出一股不安 下意识我就将狗绳用力往回一扯 金毛很听话 没吃孩子手里的东西 直接回到了我的脚下 抱歉乖乖 金毛早上吃饱了 这会儿不能让他吃得太多 他太胖了得减肥 我随意找了的借口 扯上了金毛就直接往家里走 只是我却一直感觉到有一道阴冷的目光 始终锁定在我的后背上 走到半途 我的脑海里面突然闪过一幕画面 三天前我牵着狗来楼下遛狗的时候 好像也是这个孩子 当时他对我的萨摩耶搂搂抱抱 好像还给狗喂了个零食 喂零食 中毒 想到我跟隔壁邻居家日常的一些矛盾 难道说 我眼前闪烁出刚才邻家女人眼中那恶毒的目光 我忽然浑身一寒 我扯上金毛迅速向着物业狂奔而去 监控 我要找监控 无我不敢想象 一个孩子的心肠怎么会这么冷硬 竟然拿有毒的食物投喂我的狗 或者根本不是孩子 而是家里面的大人下毒之后让孩子动了手 想到萨摩耶的惨状 我心疼得差点哭出来 跑到物业后 我立刻联系他们调出了附近的监控 果然如同我猜测的一样 那天林家孩子在抱我家狗的时候 确实为了萨摩耶一点吃的 肯定是他们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我将监控画面拷贝到手机中 提着手机就杀到了邻居家 开门的还是那个老太婆 她的脚边则趴着狗仗人士的态敌 见我上门冲着我汪汪直叫 我的模样吓得邻居老太婆一个哆嗦 下意识向后退了两步 你干什么 你要杀人啊 我气得一拳砸在墙上 抬起手机将画面 触到老太婆的面前 你说 是不是你家小孩杀了我的狗 林家老太太心虚地躲开我的目光 也不看视频而是撒泼 大声嚷嚷着叫去 哎呦喂 你怎么老欺负我一个老太婆 今天还污蔑到我家娃娃是头上了 我家娃娃喜欢狗 这才为了点零食 你竟然污蔑我们家娃娃偷毒 他才几岁大的孩子 他哪能够弄来你毒药害狗呢 你纯粹这就是胡扯 我被老太婆质问得哑口无言 这毒药的来源 也是我最想不通的地方 我家狗从不在外面吃东西 也就那天我没看住 只吃了你们喂的零食 不是你们能是谁 老太婆见我拿不出确实的证据 气焰变得更加嚣张 她狠狠摆了我一眼 是谁我不知道 但是说不定某些人贼喊作贼 自己不小心堵死了狗 就想要栽赃到我们头上 老太婆哭得浑身直抖 上气不接下气 只是抬起脸时 分明脸上一滴泪都没有 就是干嚎 声音震天响 你就是看我一个老太婆 好欺负 这才想把这事赖到我们头上 想让我们赔款是吗 一毛都没有 要不你干脆同样用药 杀了我老太婆吧 老婆子直接倒地 就地打滚 双腿乱灯 开始胡搅蛮缠 我就算是有理 也根本讲不过她 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了 她家肯定不会承认 只是我没想到 他们倒打一把 经说狗是我自己害死的 我被气得发抖 老太太却笑得更加洋洋得意 她见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自顾自从地上爬起来 退回门内 探头冲我甩出一句 某些人还是给自己 积点应得吧 饿是做尽 养这种大型犬 活该是这个下场 别攀扯我家孩子 老太婆喷的一声 当着我的面就砸上了房门 根本不给我任何回队的机会 我盯着房门发了回呆 周围邻居推门探头看热闹 如今间热闹没了 一个个迅速关上房门 明显是不想烫着滩浑水 我叹了口气 默默收回视线开门回家 老太太有一句没说错 这一切都是我的猜测 我没有任何证据 确定证明是那孩子动的手 再加上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 狗的尸体都入土了 我也不可能再挖出来解剖 看看胃部残余 哪种食物有毒 面对这种泼皮无赖 我只能是认栽倒霉 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金毛上 既然已经失去了萨摩叶 我绝对不能再失去它 可是之后几次双狗出去溜弯 每次我都能遇上隔壁家的邻居 它就好像是在我家装了监控一样 只要我出去 它就会准时准点地出现在我身旁不远处 它家那个阴沉着脸的小孩 也会跟出来要摸我的狗 那老太婆总之用阴侧侧的目光 在孩子背后看着我们 手中还提着一袋狗零食 明显是贼心不死 若我不会拿金毛的命来做实验 给萨摩叶讨回公道 更不会再给这家人害我狗的机会 我现在神经四通八达 方圆几里之内 只要它们家人出现 我就会第一时间侦察到 并且迅速带着金毛快步躲开 时间久了 金毛也察觉到了一样 狗鼻子可比人灵多了 一旦这家人的气味出现 金毛便会扯着我的衣袖 指明这家人的位置 好狗 我就知道金毛聪明 一点就透 我几次三番躲开 隔壁邻居也知道 我对他们家人有了防备 追踪了我一个星期之后 便放弃了接近我家金毛 我渐渐放松了警惕 可是心里还是气愤 于是我就把从物业拷贝来的视频 发送在了我的视频账号上 我的本意就是为了警告附近的住户 若是遇到了林家的小孩 千万小心别让他接近自家的狗 不过我的视频观看着寥寥无几 偶尔出现的评论 也谴责我太小题大做 疑神疑鬼 他们认为一个孩子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我叹了口气 若不是亲身经历 我也不相信半大的孩子 竟然如此歹毒 我并不祈求这些人的相信 只希望能提醒一个是一个 更多的我也无能为力 日子一天天平静的过去 我以为这家人 已经歇了害狗的心思 却没想到 竟然是他们转移了目标 那天我下楼出去留金毛 刚刚下去没多久 我就听到了隔壁邻居家的大嗓门 在小路上响了起来 我心里一惊 没想到他们竟然又来了 这歇了一段时间重整旗鼓 是准备在治我的狗吗 我忙捂住狗嘴 迅速后撤准备转移阵地 可是退出几步之后 我却听到了另外一个女孩的声音 我可以肯定 这绝对不是隔壁邻居的家庭成员 威威 你家狗呢 女孩温温柔柔的回应声响起 一听就是个好脾气的 张沈 这两天我工作忙 压根没时间出来遛狗 我把二哈给拴到家里面了 邻家老太婆的声音中 带上了几分失望 在家里呀 那真是可惜 我孙子特别喜欢你家狗呢 我藏在林子后头 偷偷探出头来 我眼睁睁看着那老太婆 将手中的一袋零食 塞到了裤袋里 给藏了起来 看着那熟悉的黑布袋子 我心底一沉 那里面装着的八成还是独零食 老太太和她孙子算计不到我 居然又把目标 放在了这个威威身上 同为养狗人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这姑娘的狗被算计 只是邻居还在不好出面 于是我便带着金毛 在附近遛弯 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后面 终于那美女出了小区 邻居则是带着自家孙子 晃晃悠悠 去别出六弯了 我立刻扯着金毛追了上去 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很快就跟美女套到了近户 她叫李威威 家就住在我们小区 跟我们隔着一栋单元楼 她平日里经常是 下午六七点钟遛狗 跟我的时间完全错开 难怪我俩一次都没有碰过面 那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 威威好奇地与我对视 她看了几次手表 语气中逐渐失去了耐心 我犹豫再三 还是点开了账号 将截取出来的监控视频 递给了威威 威威看完视频之后 面上透出一抹震惊 她感激地冲我点点头 多谢 我会注意的 我松了口气与美女告别 我跟她也是萍水相逢 只能尽到提醒的义务 别的我也无能为力 我以为有了我的提醒 威威会留意 提防林家的老太太 却不曾想这天晚上 我下班回家 刚到小区门口 就看到地上 洒了一地的白色纸钱 再往里走 旁边一栋家属楼门口 竟然被人摆放了 两只大白花圈 还有人在楼底下哭丧 拿着个喇叭干嚎 作孽呀 那个不要脸的贱女人 她家狗害了我孙子 我孙子现在还在 医院里面待着 我一定要她偿命 这大喇叭一样的声音 实在是太熟了 我没忍住 向花圈下看了一眼 果然坐在花圈下豪杰的 是我隔壁林家的老太太 我实在好奇 这老太太又在搞什么鬼 于是便偷偷溜过去 混在人群中看热闹 却不曾想 下一秒 我便看到 微微从楼上走了下来 满面无奈地走到 林家老太婆的面前 大一 我家二哈咬了你孙子 是我们不对 我给你赔礼道歉了 这卡里面有十万 是赔偿你的医药费 您就别闹了吧 你孙子的治疗 我全程负责到底 邻居老太婆一把 抢过了银行卡 但嘴上依旧哭嚎不止 甚至上手去扯微微的头发 将她推倒在地 骑在微微的身上左右开弓 轮圆了打微微的脸 啪 啪 啪 微微脸没一会 就被老太婆打得红肿了 都是你个小贱妇 养什么大型犬 这些天往上都传疯了 恶犬撕咬女孩 导致内脏破裂 要是我孙子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非得要你的命不可 七 微微用力挣扎 想甩开身上的老太婆 是你们说要帮我遛狗 我才把二哈交给你们的 她性格温和从不咬人 我还没问问 你们对我的二哈做了什么呢 老太婆一听更疯了 她嚎叫着死死掐住了 微微的脖子 掐得她脸色轻子 几乎喘不过气来 小娼妇 你竟然还想往我们身上泼脏水 把责任甩到我家人头上 怎么有你这么恶毒的人 旁边围观的怕惹上麻烦 都不敢靠近阻拦 我怕微微被掐死 连忙冲上去阻拦 那老太婆见我冲过来 知道沾不到什么便宜 起身狠狠脆了我们一口 我不会放过你这个小贱人 你给我等着吧 周围看热闹的人群散了 微微捂着脸 坐在地上痛哭不止 我叹了口气 将她从地上扯了起来 微微 我不是警告过你吗 那家人给我的狗投毒 绝不是什么好人 你怎么还把自家的狗 交给他们留呢 微微捂着脸 泪如雨下 他们缠着我说 孙子喜欢我家狗 非得要带着出去遛狗 我工作太忙 想着一个孩子 不可能那么狠心 于是我就让他们 帮我遛了两天 我家二哈不咬人 一切都挺正常的 我哪想到 他竟然会咬了人家的小孩 我一个人在这儿打拼 一年才攒几个钱 全部都赔给这家人了 微微哭得凄惨 我叹了口气 做主将人送回了家 他的遭遇 我感同身受 但是围观者却只会认为 是我们养大型犬的错 孩子手脚没轻没重 或许是做了什么 不小心激怒了二哈 这才让他疯狂地扑鸡撕咬 但是最糟的结果已经产生 现在就算是想弥补 也没了方法 林家老太婆格外难缠 这微微八成 是摆脱不开这老太婆的纠缠了 那天之后 隔壁楼仍然闹得热闹 我懒得跟这家老太婆在掰扯 也埋怨微微不信我说的 竟然掉以轻心 让这家人帮他遛狗 虽然不合适说风凉话 但是如今这一切 也只能算是微微 这姑娘不听好人言 自己吃亏 我是问心无愧 可是没想到 这事居然闹得这么大 几天后晚上我回家的时候 我竟然听到隔壁楼上 传来一阵阵喧闹声 像这样的人那就该死 早些跳楼早结束 就是就是 既然那么喜欢大型犬 那就干脆跟狗一起过日子去吧 滚回乡下去 在城里面租房不是害人吗 你跳呀 有本事你就跳呀 一群人议论纷纷 还有不少在说风凉话 不过他们都保持着一个 同样的动作 抬头看向隔壁楼顶的天台 我心中升起了一丝不安 我顺着他们的目光 向着天台的方向看了过去 顿时心跳如骨 如果我没看错 隔壁楼顶上站着的一抹身影 好像正是那个 喜欢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威威 威威的身边还趴着那条二哈 只是此时二哈不住的乌叶 死死地扯着威威的白裙子 不让她往前一步 威威显然也已经听到 楼底下人的议论声 她身体摇摇摆摆 在微风之中 缓缓地一点点 向着天台边缘挪去 该死 这怎么回事 我有些懵了 这段时间 我注意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很少注意周围的这些情况 我只知道隔壁老太婆闹得很 威威好像之后 又赔偿了两三次 每次应该都不低于十万 那孩子就只是被狗 在小腿上咬了一口 这么多钱做治疗费怎么也够了 怎么这事竟然还没结束呢 我等等跑下楼 迅速向着隔壁楼层出发 总不能看着一个姑娘 就这么死在我面前吧 威威 你听我讲 没什么过不去的 你下来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你才这么小的年纪 死了多可惜 毕竟跟威威还是有过两面之缘 我实在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香消玉玉 威威身体摇晃 又向着天台边缘走了一步 在看到来人是我之后 她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明显出现了几分松懈的神色 是你呀 可是我活不下去了 威威满脸都是痛苦 脚又向着天台边缘挪动了一寸 一股强烈的风吹来 她脚下不稳 身体直接向着天台边缘晃了晃 眼看着就要掉下楼去 八小心 我惊呼一声向着威威扑了过去 她的身体摇晃 好在二哈动作比我更快 死死扯住了威威的连衣裙 这才将人往回拽了几寸 楼下传来一阵惊呼 紧接着便忽然响起了一声破口怒骂 不知廉耻的小剑人 你要是跳那就快点跳啊 在这里装腔做事的博取同情心 你可真是不要脸 邻居大喇叭竟然又来了 她提着嗓子冲着楼顶高声怒吼 你下来 我现在就在这里站着等你 有种你就跳下来 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威威浑身发抖 对着楼下绝望的嘶吼 我一年才赚几个钱 你一而再再而三管我要钱 说是你家孩子被我家狗咬了 得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我都同意了 先开始给了你十万 第二次你来要我又跟我的朋友见 凑给了你十万 最后你第三次过来 我把我父母家底掏空了 又给了你二十万 你还想怎么样 我心底一惊 这不是在欺负这姑娘 从她的身上诈骗钱财吗 当时我们的物业群里面 也有人发了图片 那小孩确实被咬了 但只是被那二哈咬了一口 脚腕子上留下了一圈牙印而已 也确实破了些皮 但是跟之前网上闹腾的 沸沸扬扬的咬伤内脏的恶犬案 简直不能相提并论 就那点伤 我出门摔上一跤 有可能比那一口更严重 这老太婆竟然活活坑了人家四十万 我去医院问过医生了 你家孩子就算是把全身都检查一遍 十万也用不了 而且就那一个伤口 你要这么多钱也该知足了吧 结果你今天又跑过来 还要问我要钱 你是想逼死我吗 我没想到竟然是这个原因 这老太婆着实害人不浅 不过这也不应该是 这姑娘跳楼的理由 我趁着微微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楼下 一点点地靠近了她的身边 我打算趁机不备 将她从天台边缘给拽回来 总之这么点事情 着实不应该自杀 而且我觉得微微应该是被坑了 她一个小姑娘在这个地方打工 可能也确实没底气 跟这样的一家伙不吝争执 就想着稀释宁人 可是小姑娘设事未深 过分退让就只会让自己吃亏 让敌人得寸进尺 楼下的老太婆似乎有些心虚 但很快她又开始抢赐夺理 谁让你家狗咬了我家孩子 赔款都是你理所应当的 你自己管不好你那只狗 活该赔钱 有种今天你就从这跳下来 那咱们两个人之间恩怨全消 我绝不再管你要一分钱 微微身子摇晃了下 脸上顿时全是绝望 我心里顿时一沉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那老太婆开口的一瞬间 微微满面都是死意 抬脚就准备跳下去 幸好二哈扯住了她的裙子 我也趁机扑了上去 迅速将人给扯了回来 你傻啊 老太婆就是欺负你 你为什么要给她那么大一笔钱 你脑子不好使吗 我承认愤怒之下 我说话确实有些重了 微微双眼空洞 哭着从兜里掏出了手机 点了两下塞到我的面前 我不给钱 我就要被人给骂死了 公司也在今天要将我辞退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低头看向手机屏幕 只见这满屏都是99家的私信 而且全部都是一片谩骂 养狗的去死 你怎么不去跳楼啊 带着你那只恶犬 一起下地狱去吧 久我震惊看着手机屏幕 不知道在家骂名 都是从哪来的 我点开手机页面 却发现微微的账号底下 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网友们留下来的怒斥责骂 除此之外 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账号 此时的账号已经有了一百多万的粉丝 账号里面发送的视频很眼熟 分明有不少都是在我们的小区里面拍摄的 而置顶的视频则是二哈四摇小孩的视频 而在这个视频底下 评论已经高达了上千条 最近的一些视频 则都是那的老太太以及她家人抱着孩子哭诉的视频 我点开其中的一个看了一眼 老太太捂着脸哭泣 旁边是脸色苍白 气弱油丝的小男孩 男孩的模样看着就好像虚弱的快死了一样 她的身旁还坐着满脸沮丧的一位妇女 正在拿着汤碗给孩子的口中喂食着汤汤水水 老太太则是举着手机痛哭流涕 你们看看 看看我家孩子被那狗咬成了这个模样 哪个当母亲的能不心疼啊 都怪那家养狗的 他们的狗把我们家孩子咬成这样 她凭什么不赔钱 底下有一连串的评论 全部都是要求赔偿 让这老太太过去要钱 除此外 我还看到这老太太的账号名下 似乎还发起了募捐活动 而且这募捐的筹款金额 已经高达五十万了 前前后后微微赔偿了四十万 再加上筹款金额有五十万 加起来总共都快要一百万了 我记得当时在群里面看到的那张照片 那狗也就只是在腿上咬了一口而已 怎么可能这么严重 看着那孩子苍白的脸色 我总觉得有些古怪 我记下了这个账号的名字 打算回去弄清楚 那老太婆到底在搞什么鬼 而且早上的时候 我好像还听到隔壁传来那孩子 嬉笑怒骂的声音 甚至还疯癫地在家里踢球 我一直以为这孩子这么精神 被狗咬了之后应该没什么大事 我便没有关注新闻 没想到事情居然已经发酵成了这个程度 我看了看刚才那条视频的拍摄时间 竟然就是昨天晚上 这不可能啊 昨晚我分明听到那孩子看动画片吵了一宿 那中气十足比我这个打工人还要精神几倍 微微 这事情有问题 我那天是在群里面看到过被咬伤后的孩子图片的 他的腿上就被咬了个口子 不可能有这么严重 我怀疑这里面有摆拍 如果真的有这种可能 那么这就涉及敲诈和勒索了 我觉得你还是尽快报警 让警察帮忙查查情况 我早就看不惯隔壁邻居那副嘴脸 今天又差点逼死这个小姑娘 他们要真的想借此敲诈一些钱 差不多也就得了 真的要把人给逼死了 这家人不是作孽吗 我苦口婆心劝说微微 就是怕她再想不开继续去跳楼 可是我没想到那老太婆居然不依不饶 微微的脸色刚刚好转几分 竟然又听到楼下传来了她扯着嗓子高喊的声音 哎呦喂 我就知道是她在这里做戏 就是为了恐吓我 有本事你就真的跳下来啊 小贱人 手段这么下贱活该你被狗咬死 有人觉得这老太太骂得难听 于是劝说了几句 没想到火却烧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上 那老太太恶念丛生 一顿输出 不管来人是谁 全都被她从祖先问候到父母 周围的人看到这老太婆这么难缠 顿时也不再劝了 楼底下也就只剩下老太婆嘶吼怒骂的声音 微微原本生出了几分希望的眼睛 顿时又蒙上了一层雾气 她呆呆地看着天台边缘 似乎又想要爬过去 我连忙将人扯在怀里 死死地搂住她的腰 硬生生将她抱了起来 直接往楼下扯 微微听个一句话 这是我替你管了 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警局 咱们把事情说明白 你父母把你养这么大不容易 没必要因为网上这键盘侠而绝望 世间自有公道 我来帮你 我的话让微微僵硬的身躯 逐渐地柔软了下来 她似乎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痛苦 直接将头埋在我的怀中哭了起来 一旁的二哈并没有拴绳 见主人在我怀中哭得痛苦 她急得在我的脚边不停地打转 一直跟在我的身旁不曾远离 我知道狗有灵性 这也是我饲养他们的原因 她能给我带来几分心灵上的宽慰 让我在冰冷的城市中 感觉到几分家的温暖 但是我也尊重那些害怕狗的人 可是我不能理解 害怕狗又为什么要逗弄狗 怕被狗伤又为什么要靠近我们 一看我身旁的这个二哈 就是个好脾气的 为了避免她下去再被人围攻 我连忙给她套上了狗绳 这才牵着二哈一起下了楼 见我们从楼顶上下来 那老太太上下打量着我和微微 目光中分明带着几分恶意 你俩嫖客和娼妇也确实般配 老太太口中不甘不敬的 我知道这个时候 不能被她给激怒牵着鼻子走 我看到人群当中 此时正有个人举着手机对准我们 一旦要是闹出什么事来 那老太太肯定又会颠倒黑白 剪辑发送一些 完全和事实不相符的视频 而网上那些不知情的人 又会开始疯狂地攻击微微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压之怒火 尽可能不给这老太太作妖的机会 我抱着微微将她的头 摁在了我的怀里 直接扯下了外套 盖在了她的脸上 二哈被我牵着狗绳跟在旁边 我们两人一狗迅速离开 完全忽略了身后的骂声 只是我能感觉到 我怀中的颤抖 胸口处也传来了一股股的失忆 微微的泪水 几乎将我的胸口都给打湿了 我不知道微微的家在哪 只能将她领进了我家门 指明了浴室的位置 你先去洗漱 我给你准备件干净的衣裳 等会你换上之后 再跟我好好说说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微微点点头 迅速走进了卧室 我家金毛则是好奇地 走到了二哈前 两狗对视一眼 很快便嬉闹起来 叮咚 我的手机响了一声 我疑惑低头 才想起来 刚才我关注了一个新的账号 而现在的通知声 正是账号有了视频更新 八成是那老太太 拍摄了微微跳楼的视频 又准备引发一波网报 我倒想看看她搞什么鬼 于是我就点开了视频 只是看向视频的第一眼 我便弄在了原地 这老太太视频当中 竟然露出了我的脸 时视频里面 老太太哭诉的凄惨 这一对狗男女可以做戏 想用跳牢来威胁我 让我将那些钱都还回去 可怜我家孩子 现在还躺在病床上 到现在都没能爬起来 视频镜头一转 很快就对准了 床上的那个孩子 这小孩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 分明还能透过他家大门 听到他撕扯着嗓子 高喊的声音 这会儿门外已经安静如鸡 半天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老太太还在当着视频哭诉 我们这是想把他们 一家子人逼死 明明孩子受了重伤 实在是没有办法 同时他又一次开始卖惨 让网友们替他筹集捐款 我看到筹款页面 明显又多了十几万 这老太婆简直把这 当成了发家致富的捷径 微微还在里面洗澡 对这一切舆论完全不知晓 为了避免他到时候 再生出什么自杀的念头 我迅速拿起他的手机 直接给账号点击了屏蔽 这老太太能把事情 闹到这个地步 他背后指定有人 而且那个医生大概率也不干净 我把整个账号的视频 全部都研究了一遍 这视频里面能清楚地看到 那孩子的腿还有腰部 被那狗咬的稀烂 一片血肉模糊 明显是一副极为凄惨的模样 可是这跟我在群里面看到的那张照片完全不同 我立刻点开了群聊 戏从头到尾搜了一遍 我的记忆没有出错 但是这群里面的那张照片居然不见了 我在里面仔仔细细找了一圈 却始终都没找到当时拍摄的那张相片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我私聊了群主 群主却只是说我记错了 肯定没有所谓的什么照片 那孩子的情况非常危险 一百万都不够看病的 现在命悬一线还在医院里面掉灼命 我隐约觉得不对 这两天隔壁孩子的声音一直营绕在耳边 他绝不可能是在医院 可是群主居然这么对我讲 还有医院里的医生拍摄的那些视频 着实让人觉得触目惊心 我看看浴室的方向 难怪微微会被逼成这个样子 所有的一切证据练完整 视频人证一应俱全 就好像二哈真的把人给咬成了那副凄惨的模样 就连我这个当事人都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记忆 更不要说那些完全不知情的网友了 再加上那几天事情闹出来 知晓真实情况的邻居们也不多 只有那几个置顶的视频 里面清楚地显示了二哈确实咬了孩子 但是视频不完整 并没有显示二哈全程撕咬孩子的状况 只是显示了二哈咬了那孩子的腿一下 除此之外就是那孩子就医食 身上皮肉模糊的状态 格外让人触目惊心 视频说不定造假了 我心底一动 如果真的有知情人的话 那么微微一定知道各种情况 我是知道隔壁邻居家的人品 如果这孩子真的被咬得这么严重的话 想必他们闹出来的阵仗 可能比这要更大 而且他们视频里面的内容 绝不会这么模模糊糊 一定会贴脸对着孩子的身上每一处角落 恨不得将每个伤口全部都拍出来 放在大众的面前 可是他们的视频当中 却只有那么一个模模糊糊的 不满伤口的短视频 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任何的伤口恢复情况 这着实让我隐约察觉到 这家人很可能是在暗中密谋 准备陷害微微让他给许多不必要的赔款 请问 你有干净的换洗衣裳吗 突然浴室里面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这才缓过神来 连忙将我没穿过的一套干净衣服递了过去 毕竟我是单身 实在是没有女性穿的衣服 只能是找一件我自己的给微微 在我第一夫的时候 我隐约听到隔壁好像传来了吵嚷的声音 其中还夹杂着一声小孩尖锐的呼喊 来 我要吃炸鸡 十一孩子的声音又尖又利 我一下就听出了 这声音绝对就是隔壁家的小崽子 下一秒那孩子的嘴像是被什么人给捂住了 他的声音也被闷在了嘴里 我悄悄地扭开了房门 迅速地贴到了隔壁家的门上 我们这栋小区隔音效果一般 房门虽然是防盗门 但是隔音效果极差 我能清楚地听到隔壁传来那老太太的安抚声 小祖宗 你现在别说话 也别大声嚷嚷 要是让人知道你在家的话 乃可就要送你去学校啊 紧接着那小孩的声音果然小了不少 乃 我不去学校 我要吃炸鸡 我要吃炸鸡 隔壁老太太的声音温和了几分 明显带着几分安抚之意 没问题 乃这就给你去买炸鸡 你在家里好生待着 千万别闹出声音来 隔壁传来脚步声 明显向着大门旁边走了过来 我迅速闪身回屋 立即关上了房门 我大口喘着粗气 贴着猫眼查看外面的情况 只可惜这猫眼的可是范围有限 我没办法直接看清楚隔壁家的状况 我只能看到那老太太出来之后 房门处似乎伸出来一双小胖手 扯住了老太太的衣裳 奶 我还要喝奶茶 你再给我带回来一杯呗 老太太则是左顾右盼 迅速将那孩子的手给推了回去 知道了 你好生在家里待着 我已经可以肯定 隔壁家的那个小孩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家人扯了个弥天大谎 感情这家子人就是为了借助别人的同情心 来替自己谋取暴力 说不定还想借此发家致富呢 我顿时捏紧了拳头 他们差点把薇薇给逼死 而且明明这孩子活蹦乱跳的 说话也正常 很明显没有任何毛病 这家子人为了获取不义之财 占据网络上面的热度 竟然设计出这种毒剂来 奇心可诛 正当我禀心宁神盯着门外的老太太时 我的肩膀突然被拍了一下 我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 盲扭头向身后看了一眼 只见微微就站在我的身后 见我被他吓了一跳 连忙开口解释 抱歉 我叫了你两声你没听见 我这才拍了你一下 你在看什么 我叙了一声 拽上微微让他去看猫眼 只是此时那老太太已经离开了 门外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们扑了个空 微微茫然地冲我摇了摇头 他身上穿着我明显有些不合身的衣服 脸颊微微有些泛红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的话 说不定这会儿我已经想不开 跳到楼下去了 我点点头 想起了刚才隔壁想起的孩子的哭闹声 于是连忙把我的推测说给了微微 所以我怀疑隔壁那家的人在模仿网上被狗咬的女孩 想要趁着这件事情的热度还没过去 让众多网友们替他们捐款 从而谋取钱财 你只不过是他们算计的其中之一而已 所以根本就不必死 他们这家人如果真的搞出了这种事来 他们才是该死的那个 听了我的话之后 微微的脸上顿时满是苍白 他可肆意地贴着猫眼往外看了一眼 满眼是惊讶和错了 我叹了口气 安抚派了派微微 我家离得近 我会帮你的 但是微微你也得配合我 我觉得你家的二哈这么乖 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地咬人 肯定是因为有别的原因 你想想看我家萨摩耶死得也古怪 我觉得肯定是隔壁的孩子搞出什么事来 我说着便提醒微微 最好还是带着他家狗去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隔壁的又搞出什么药物来 这才让他们家的狗发了狂 十二其实我对这个并不抱太多信心 毕竟都已经这么多天了 就算是真的用了药 八成也已经被代谢干净了 我们就算是去查 大概率也是查不到什么线索的 只是我不甘心 实在是不想让隔壁邻居家就这么算几人 他们却获得了所有的好处 微微被我提醒之后 立刻像是找明了方向一样 点点头便迅速带着二哈离开了我家 我则是保证最近一段时间 注意隔壁邻居家的动向 如果一旦隔壁的小孩有所动作 只要我能够拍摄到视频 那么一切的阴谋自然烟消云散 我在家守了一天 也不知道是不是炸鸡 让隔壁家小孩安分了许多 他竟然没再发出任何声音来 微微那边却有了消息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 我们都猜错了 我家二哈没有用药 只是他的身上全部都是针孔 微微给我拍摄了一张照片过来 二哈一脸可怜兮兮地趴在桌子上 浑身上下的毛都被剃了得干净 我们分明能看到 他的身上从头到脚 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针孔 看来应该是被扎了不少针 微微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哭得声嘶力竭 我说我这么乖的二哈 怎么可能去咬人呢 他们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 不断地在我二哈的身上扎针 这是分明把他给逼急了 微微抱着二哈不住地道歉 这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早一点发现这些事情的话 我家二哈就不会这么凄惨了 我叹了口气 我早就知道隔壁邻居家很多 但是没想到他们这次竟然做得这么绝 我和微微直接去找了物业 仔仔细细地把周围所有的监控 都认真地看了一遍 但是整个园区的监控 都没能拍下他们对狗动手的全过程 只有一道监控拍下了 那狗突然冲了出来 静止对着孩子的腿就咬了过去 接着老太太就开始打狗 狗咬着孩子的腿不放 他们三个就这么争执着挪到了死角 视频画面消失不见 难怪老太太前前后后闹出那么多事来 却凭着他们一张口信口开合 我分明看到老太太 当时将狗和孩子往角落里面拖的时候 似乎还隐秘地向着摄像头的方向看了一眼 这老太太是故意的 他们家分明知道哪里有摄像头 刻意让狗咬了孩子一口 而之后的画面可就由他们自己随意胡说了 只是这些都不能当成证据来用 也许是当初我的萨摩耶死的时候 我直接来物业这里找监控视频 去控告邻居 他们对此早就有了防备 可能早就率先一步查清楚了附近的监控位置 这才能够有效地躲进死角里 该死 难道就真没证据能证明是他们扯谎吗 我想到了那个孩子 如果我们去敲门把这个孩子给带出来 能够证明这个小孩安然无恙 那就应该能够证明我们的清白了 物业 你们能帮我们一个忙吗 我和薇薇那家子人都认识 现在真想要让一切真相暴露 那就只能让陌生的物业来帮我们一个忙了 十三物业答应了帮我们的忙 他们借助着要去住户家中查看水暖管道的理由 敲开门进了隔壁邻居家 只是令我和薇薇吃惊的是 物业出来之时却冲我们摇了摇头 屋里没有那个孩子 之前是不是你们听错了 我一愣 当时我是清楚听到孩子哭嚎的 小孩的声音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 再加上当时屋子中还伸出了一双肉嘟嘟的小手 这很明显就是隔壁家的孩子 绝不可能是我看错 除非他们趁着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把这个孩子给送走了 我们没了办法 干脆就报了警 只是警察最后带给我们的消息是 这边的医院医疗技术涌现 孩子被这家人送到了大城市里面看病 现在根本就不在家 并且这警察还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作证 那孩子果真躺在病床之上 身边还有医生为伴 我只觉得浑身止不住发冷 要知道那天我肯定没有看 我又没有老年痴呆 不可能记忆错乱到这种地步 那也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或许是因为那天我将薇薇给带到了我家 隔壁邻居已经对我们生出了怀疑 我立刻找来楼道监控 仔细地查看着最近两天的监控视频 果然被我发现了一样 那天我听到孩子哭闹声的晚上 他们家那段常年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夫妇 带这个孩子从家中走了出来 只可惜这个孩子浑身上下穿着厚实的衣服 而且还用口罩和帽子遮住了头和脸 根本看不清楚孩子的面貌 而他们也只是在监控视频里出现了几分钟 随后就钻进了楼下的汽车 开出小区消失不见 如果只凭这一点点的视频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确认 那个被夫妻两个人拽着的小孩 究竟是不是隔壁家的孩子 微微急得都快哭了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原本只要找出这个孩子 那么一切的谎言就全部都可被戳破 但是这孩子既然被他们一家人给藏了起来 想要再一次戳破他们家的阴谋 那也几乎是不可能 我心中生起一股无力胆 这两天我的手机依旧叮咚作响 甚至还有人也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 加到了我的号码 只是申请消息全部都是一些谩骂 说我应该跟着微微这个纵容者一起去死 我看了看那老太婆的视频 她私底下有个群 我找朋友伪装身份加进了群里面 这才发现他们私下在群里 分明暴露了我和微微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 所以这才有那么多的人会网抱我和微微 我的状况还好一些 毕竟在视频当中我也只是为了救人而已 最惨的是微微 她跟我的关系亲近起来之后 我曾经看过她的手机 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她清理干净的申请消息 就会再次被顶到99家 里面全部都是怒骂和斥责 微微对这些都已经麻木了 透露他人的隐私消息 我们要是拿这个去状告隔壁邻居 这也够他们吃一壶的了 就是这隔壁邻居仍然在更新那小孩的视频 那孩子仍是一副虚弱的状态 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落过身上的那些伤疤 与其我们在这里自证 还不如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来 想到这我便用了朋友的账号 在他们的所有视频下面都留了眼 怎么除了第一条视频以外 从头到尾都没有再见过孩子身上伤口的恢复状态 你们的这些视频不会是P图弄出来的假视频吧 十四我的评论被发出来之后 顿时便有不少的人全部都涌入到了我朋友的账号底下 开始对他疯狂的谩骂 对一个受伤的孩子还心生怀疑 产生这种恶意的猜忌 你可真是该死啊 一群群人疯狂地发泄着他们心中的怒气 把我朋友的账号冲击得都有些卡顿了 但是我还是我行我素 很快在每个视频下面都发表了同样的言论 当然自然有一些民事里的也开始在下面附和 说的好像也对 从头到尾这些视频好像真的没有伤口的进展状态 就只是拍了孩子虚弱的脸而已 就是就是 我们也想知道现在的伤口进展状况如何了 网络上面我们这些人都已经捐款了将近一百万了 这伤口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吧 有不少人都在视频下面发出了这样的留言 让老太太他们尽快地更新视频 他们想看看孩子的伤口状态如何 只是这番言论发表出来之后 那老太太顿时就沉静了两天 哭诉卖惨的视频也都没了 原本那些疯狂的网友 此时也都心生怀疑 不会是被说中了吧 我怎么觉得好像这老太太心虚了呢 就是呀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发表孩子的状况 而且也没有发出过伤口恢复的状态 之前所说的那些肯定全部都是假的 这些网络上面的留言将隔壁的老太太给惹怒了 我分明能够听到隔壁不断地传来打砸东西的声音 我则是趁此期间 偷偷地装了摄像头在我家门檐上 当然我还特意地装摆了一些装饰 遮住了摄像头避免被发现 显然隔壁邻居最近一段时间心骄气躁 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竟然安装了摄像头 这几天我跟微微轮流守着摄像头 我白天的时候睡觉 晚上的时候执勤看摄像头的内容 微微则是会在白天的时候全程监控着摄像头 看看这家子人还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这天晚上我正盯着摄像头发呆时 忽然我听到隔壁房门咔嚓一声 接着那的老太太竟然从屋中走了出来 食物我顿时心中一喜 白天的时候老太太出门正常 她偶尔会出去买菜买饭 微微每天都会跟踪 但是并没有发现这老太太有任何的异样 可是这是在大晚上 已经将近一点钟了 老太太既然会在这个时间点出门 那肯定是别有图谋 等那老太太的身影消失在走廊中后 我立刻便迅速穿衣服跟了出去 老太太走的是电梯 此时的电梯楼层数已经到了一楼 我没有丝毫的停留 迅速顺着楼梯就往下冲 等我也同样来到一楼的时候 我便看到那老太太神神秘秘地上了一辆汽车 接着就向着园区外开了过去 我也立刻骑上了我的电瓶车 紧赶慢赶地追了过去 好在城市里面的交通 即使是在夜晚状况也不佳 前面那辆车开得并不快 我的电瓶车这才能够赶得上 为了避免被车里面的人发现 我就这么不远不近地跟着 生怕会出问题 车辆向前行驶 我跟在车后面 开到了另外的一所小区之中 并且车里面的人很快就跳了下来 这所小区建筑设施比较完整 应该是最近新建的楼盘 车刚停好后不久 车里面救下来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隔壁邻居家的男主人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老太婆 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男人的手中还拿着的大行李箱 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我立刻掏出手机来 对准了这户人家拍摄照片 奶奶 你来了 只是就在我点开摄像头录视频的时候 楼梯口处突然冲过来一个人影 一个孩子冲到那老太婆的面前 伸手在她的身上摸索开来 奶奶 你不是说今天会给我带汉堡和可乐吗 东西怎么没带 那孩子撇着嘴 明显一副要哭的模样 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孩子不是别人 分明就是隔壁邻家的那个屁孩子 我心底顿时一沉 果然就同我猜测一样 这孩子现在浑身利索得很 甚至还能下来小跑 完全不像是被伤到了内脏的模样 小孩还扯着奶奶的老太婆的胳膊哭喊要吃的 老太婆连忙哄着孙子 从车里面取来了现买的肯德基 塞到了熊孩子的手中 这孩子脸色这才好了几分 他闹闹腾腾地拿着肯德基 拥着奶的老太婆迅速地便走入了楼盘 我把这一切全部都拍得分明 尤其是奶奶的小孩的脸 就是全程被我记录在视频中 我原本只是想着这老太太可能会去医院里看孙子 我可以通过视频看看她的宝贝孙子 到底被送到了哪个医院 却没想到他们竟然完全没出这所小城 孩子分明就被他们养在了这 瞒住了所有的人 我倒是要看看 这家子人到底想搞什么 石榴我守在楼底下一直没离开 只是突然我的手机叮咚作响 微微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 我接起来时 听到了微微带着些乌业的哭喊声 你看他们的账号 他们现在更新了视频 那孩子是真的被咬伤了 我一愣 迅速地点开了手机账号 这才看到那老太婆的账号居然更新了 最新一条视频已经超过了数十万的点赞 而且里面还有上千条评论 最重要的就是这视频的内容 里面拍摄着那个虚弱的小男孩 他的衣服被摇开 大腿和上半身胸脯都露了出来 身上分明有着一道道的伤口 老太太还拿着手机在一旁哭诉 我们拍的视频当然是真实的 只是这孩子平日里要患养 身上被咬成这副模样 我们也总不能老是接孩子的伤疤 希望你们不要用恶意来揣测我们一家人的意图 这老太太在扯谎 我分明刚刚已经拍摄到了那小孩 蹦蹦跳跳的画面 怎么可能这孩子突然变成这副模样呢 我看着视频当中的内容 这孩子浑身上下的伤口 猙獰而可怕 尤其是靠近大腿的地方 更是硬生生的被扯下了好大的一块皮肉 即使经过了包扎 却仍是显得触目惊心 我心底发沉 不知道他们这又是从哪搞来的视频 竟然在这里给我玩起了P图 正当我盯着视频发呆的时候 我另外的一只被用手机里面叮咚作响 这里面登录的是我朋友的账号 此时朋友的账号里面多了无数条的谩骂 不少的人断了我的这条账号 让我去看最新的那个视频 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 我看到楼里面走下来一人 就是刚才那个提着大批行李箱的男人 这男人贼眉鼠眼左右看了看四周 确认周围没人之后 才迅速地提着行李箱躲开 我立刻就追了过去 我觉得这里面如果真有一个变数的话 那么就只能是这个提着行李箱的男人 这家人总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请无关紧要的客人吧 万一要是阴谋被戳破了 说不定还得分别人点钱 以这家人的自私程度 他们定然是不会承受着这样的风险 那么这个人绝对极为重要 时期我立刻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丝毫不敢落下一分一寸 很快这个男人就开着自己的车 驶入到了公路上 我也立刻紧随其后 跟在男人的身后开车来到了一处工作室 当我看到了这工作室 招牌的刹那间 我立刻就明白了可能发生了什么 那家子人该死 他们竟然找了化妆师 因为这男人所进的工作室的招牌上面 分明写着美容化妆 承接各种戏曲拍摄活动 我知道那些在电视剧里面表演的演员们 他们平时身上都会被画出各种各样的伤口 而且也都显得相当的逼真 这些化妆师们甚至还会用血浆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 尽可能地让伤口逼真一点 如果说那的男孩真的上一秒还在活蹦乱跳 下一秒就会变成浑身伤痕累累的模样的话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化妆师替男孩化了妆 毕竟是在视频里面拍摄出来的 一切都没有真实的验证定论 所以那男孩就算是伪装了 也绝对没办法被人直接察觉到异常 我干脆直接来到了工作室里 找到了那个男人之后 掏出了我刚才拍的视频 男人被我吓了一跳 原本他想要拒不承认 但是当他看到我视频中拍摄的内容之后 他顿时又开始双手握拳向我讨饶 你要是不给我澄清真相的话 那我就把这些视频全部都发到网上 你的工作室就等着完蛋吧 男人被我恐吓 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他向我保证绝对会全程配合我 也向我说明了真实的情况 原来那个男孩真的身上没有任何问题 就只是小腿的部分被狗咬了一口 留下了一点伤疤而已 他是被这家人雇佣 并且给了几万块钱 这才承担了这个活 帮着这个孩子化出伤口来 有了这个男人的作证 我直接将他带到了警局 并且直接把视频推给了警察 由于这家子人做出了这种事来 已经涉嫌到了诈骗 所以警察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 他们很快就按照我所提供的地址 直接上门把这一家的人 全部都抓了出来 当然在警察的审问之下 这一家子人 他们所做的事情供认不讳 但是之前所筹集的那些款项 已经都被他们给买了现房 全部都花掉了 他们交不出钱来 只能被拘留郎当入狱 并且在我的特异嘱咐之下 警察也经过审问 省出了这家子人 确实当初在临时当中下了药 并且害了我的狗 一切的心结都已了结 我立刻将当时所拍摄的所有视频 全部都匿名发送在了网络之上 这一家子人顿时就诱火了 他们全都被挂在了网络上 被疯狂地网爆 至于原本那些讨论大型犬 应不应该饲养的话题之下 也出现了更加和善的言论 我觉得不能一句话否认 所有的大型犬 你们也看到了 那个二哈被虐待的浑身都是真言 如果不是被人给针对的话 他们都不可能伤人 我觉得有道理 而且如果不是那个孩子 做得太过分 狗都不可能咬人 而且这条狗也就只咬了一口 只能说是有心之人作恶 这才牵连了无辜的生命 之前一边倒的舆论 也彻底地向着另外一边逐渐偏移 也有不少的爱狗人士 在这个时候都站了出来 表明了他们的狗 平日里都牵狗生 也很少会真正地伤害到他人 我也希望我做出的这一切努力 能够真正地宽慰我 那已经死去了的萨摩叶 而从这件事情之后 微微的那条二哈运气也不错 彻底地成为了一条网红狗 这场是闹得大了 附近停着的几辆私家车 这个时候也站了出来 他们的车当时停在一些死脚里面 分明拍到了微微的二哈被虐待的视频 那个小孩还有那老太婆 两个人手中拿着很长的钢针 对着二哈的身体就扎了下去 但是二哈一直在躲 根本就没有伤害他们两个人的意图 一直等到后来这二哈实在是躲不了 被惹得太急了 这才会直接象征性地冲着那孩子咬了一口 但实际上并没有太过用力 就只是在孩子的身上留下了一点印痕而已 而那老太太之后 就把狗和孩子都扯到死脚当中 紧接着就开始对二哈疯狂地用脚踢打 二哈知道这种情况之下 却也一直在躲闪 并不愿意真正地去伤害人类 当这些视频被发送到网络上之后 立刻便有不少的人看到视频因此而落泪 怎么会有人这么坏 明明狗没有做出任何的措施 分明是人用心不善 已经有人发送出了这样的言论 甚至舆论也开始向爱狗人士这一边偏移 强导众人推 此时有不少的人都站了出来 他们所提供的监控视频当中 有很多都拍到了这一家的人 甚至还有不少拍摄到了他们虐狗的视频 他们一家子人的手段残忍 虐待这些狗之后 甚至还会直接将他们的尸体随意地埋在花圃里面 难怪周围的流浪狗越来越少了 此时 已经有不少的人疯狂地在网络上谴责 这些人不应该把自己的怒火 发泄在这些无辜的生命上 城市不仅仅是人类的家园 也应该是这些无辜的流浪动物的家园 慢慢的话题热度逐渐增高 而微微的那条二哈 也成了其中的代言人 更成了不少人心中的梦中情狗 微微也曾多次上门来感谢 谢谢我的帮忙 这才让他停止了犯傻的念头 一切尘埃落定 只是与我来说最安慰的是 我承接了凶手 也算是告慰了萨摩耶的亡灵 全文完 铃烟